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王岳芳 大选的日子即将到来 每个候选人都在炉火炉土地为自己宣传造势 现任洛杉矶县孤直官潘杰夫在今年寻求连任 特别在午餐会上传达竞选理念 汇报孤直局最新的动态 希望寻求华人选民的支持 该午餐会由盛盖博谷公共事务联盟举办 洛杉矶县孤直官Jeffrey Brown 潘杰夫在活动上汇报了孤直局最新的项目和活动 他首先感谢许多在座的来宾 在四年前的选举中给予他信任和投票 四年前接受这里是一个麻烦的政府机构 而现在则是机构里最强健的时机 前后花费一亿美金升级系统和用户界面 提高了雇员的效率 方便了顾客 同时也把25万份的地产档案全部电子化 他表示如果连任会协助更多居民和商业地产等不同方面 节省资金 我想一下补养的成长时间 三宗街的本费 有联统和加弱的国家 因此遇到处于中国人远身产的社会 以知识的社会 通过的处理的商量 让他们明白 如何资金钱 所以在这里社会的人 在中国人远身产和制作人 和在前选专业 我觉得可以اف及 集中的一些人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